第一届2020曼城服装秀 10号的晚间是在凤林国小礼堂举办 来自全镇的婆婆妈妈 齐聚在凤林国小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 以短暂的时间练习走台步 穿着华丽的衣服 在伸展台上展现了不一样的身段 顿时间让台下的观众和家眷们 看得是如痴如醉 第一届2020曼城服装秀 10号晚间在凤丽堂举行 包括了县长许正伟 议长张俊 镇长肖文龙 县议员徐雪玉 徐子方 代表会主席林建平 也都带着另外一半走上伸展台 展现不一样的华丽身段 59岁以下的15人 60岁以下的15人 总共有30位嘉宾 这些人可能大家都顺势 但经过化妆衣服装衣 可能大家会认不出来 因为我们的化妆师正在跟他们的化妆 让这样大家我闷一心 让大家快乐一下 我晚上看到那么多的乡亲 被参加大家都欢迎 相当地抱歉 我在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 县长许正伟认为 这一次举办的服装秀 让许多妇女展现出了自信风华 都显露出了平常在家不一样的自己 更是让台下的另外一半看了目瞪口呆 并且也期盼明年能够获达办理 所以我相信在这次的活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以及看到我们平常身边 我们的夫妮姐妹 守在伸展台的时候 会让你眼睛亮 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惊艳 一起非常非常压抑 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人 今天突然变得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试试 给我们相当中正长的巧思 还有创意以及创举 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相信今天的活动 也很成功 而且祝福大家 明年我们的正长继续卖国 好 我们让他整个博大 然后让他整个更加的亮丽 好不好 80岁的阿嬷第一次走在伸展舞台上 展现出相当自信的台步 而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服装秀 是镇长在每年所举办的夏日节活动 因为遇到疫情无法举办 进而转为服装秀的方式 所举办的活动 让每一位婆婆妈妈都有机会 在舞台上展现出自己与平常生活中 不一样的自信与舞蹈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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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